共有37级的成欢级 目前已经播了12级了 大家一直都很关注卖成欢的感情问题 如今卖成欢终于和新家亮分手了 照理来说 他们早就应该分手了 毕竟有欺骗的成分存在 新家亮从一开始就不诚实 缓冲自己是穷人家的孩子 父母早就退休了 自己找不到工作 就连贷款都要卖成欢帮着还 就这样一片就是三年 然而事实新家亮竟然是个富二代 家里有一家公司 从小一时无忧 根本不用为工作发愁 这种情况下 他们怎么可能会一直走下去 所以都在期盼着他们分手 在最新的两集中 终于等来了这一刻 麦成欢妈妈本想去世好 没想到知道了婚前协议 不仅如此 还受到了新家亮家人的辱骂 这便成了压倒他们感情的最后一根稻草 麦成欢看着受尽委屈的妈妈 终于狠心和新家亮提出了分手 麦成欢奶奶为了让麦成欢散心 就带她去玩 姚志明则成了他们的司机 这下可好 终于来到了主线 可以看出奶奶真的很疼爱麦成欢 可以猜出大结局就是麦成欢继承酒店 毛毛嫁给小嫂 01 麦成欢继承祖母的大酒店 自从麦成欢失恋后 全家人都在为她担心 先是毛毛找她过来 想方设法安慰她 还把小嫂也叫过来一块安慰她 回到家里 父母看她的状态一直都不在线 一句话都不说 担心得不行 麦成欢爸爸就去找了老太太 让老太太来开解她 所以老太太便拉着她出去散心 奶奶还叫来了姚志明来当司机 虽说是亲孙子 但姚志明并不是白来的 是有目的的 就是想让奶奶把心安力交给自己管理 其实奶奶早就看出了她的目的 从她第一次来就已经知道了 但是奶奶有自己的打算 就是麦成欢 奶奶曾多次对姚志明说过 麦成欢是她的宝贝 不能欺负她 还要让姚志明重用她 从这些话中就能够看出 奶奶是想把心安力交给麦成欢来管理 所以一直强调让姚志明这重培养麦成欢 姚志明这才表明把麦成欢调过去 就是在培养她的性子 相信经过锻炼的麦成欢能力 会有大幅度的提升 下一步便是管理心安力成为领导 从而继承祖母的酒店 02 毛毛嫁给麦成早 麦成欢的闺蜜毛毛 倒是不经常出现 每次出现还都是因为麦成早受了委屈 过来安慰她 给她出主意 第一次出现 就去了麦成欢家里 还称麦成欢妈妈为干娘 当时说起麦成欢的婚事 麦成欢妈妈就拿毛毛做对比 认为毛毛嫁得好 殊不知下一句毛毛便说自己已经离婚了 孩子归前夫 如今一个人过 这个消息一说出 一旁的麦成早瞬间来了精神 在送毛毛离开的时候 麦成早脱口而出喊她毛毛 要知道平常都是叫她毛毛姐的 从这个称呼就能够看出 麦成早对毛毛的心思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俗话说年下不较解 心思有点野 她这是想追毛毛 不过这两人也挺合适的 毕竟已经相识多年 对彼此都足够了解 而且和自己的姐姐还是好闺蜜 但唯一的不足之处 就是离过婚 从这点来说 恐怕父母不会同意 而且毛毛也根本没发现 小早对自己的这点心思 会需要花点时间来接受 俗话又说 真诚是最好的必杀技 麦成早这样一个老实孩子 最不缺的就是真诚 尤其是对毛毛 所以说这两人迟早会在一起 都市情感剧成欢季正在央视八套热播 并且在腾讯视频同步播出 该剧由田宇指导 杨子 徐凯领贤主演 牛俊风 许灵月 张耀 何赛飞 姚安联有参演 归国回来的姚志明是个利己主义者 因为母亲的去世 父亲又坐牢 他没有家人可以依靠 一切都要依靠自己 他想把丹尼斯拉下马 想利用麦成欢拿下德山家具的底价 还想从奶奶那里得到新安里酒店 知道奶奶喜欢麦成欢 所以他说麦成欢是他拿下新安里酒店的关键 他对人充满了算计 也奶奶也不例外 对 奶奶他他也算孝敬 但他又是矛盾的 对奶奶是既孝敬又算计 每次和奶奶在一起 他话里话外的都在是他奶奶 他虽然精明过人 但在处事通透的奶奶面前仍然是菜鸟一枚 奶奶心里最清楚她的意图 姚志明费尽心机地讨好奶奶 每次想要表达她的真正意图时 都被奶奶巧妙地转移话题 祖孙俩的谈话里看似温馨 其实是暗流涌动 而麦成欢就像祖孙俩之间的润滑剂 像一股清泉自认着祖孙俩的心田 姚志明每次给奶奶提起新安里 奶奶都巧妙地避开 其实奶奶早有打算将酒店给麦成欢 奶奶为什么想将酒店转给麦成欢呢 除了麦成欢本身从事酒店工作会打理之外 还跟奶奶过往的经历有关 奶奶年轻时被丈夫也就是姚志明的爷爷抛弃 前夫带着儿子去了国外 抛下他孤身一人 后来他嫁给麦爷爷 麦爷爷疼他 爱他 对他无微不至地照顾 他心里是感激麦爷爷的 麦爷爷去世后 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女麦成欢经常来看他 还给他做好吃的 从麦家祖孙这里他享受到了亲情的光滑 这是以前他从没感受到的 而远在国外的儿子和孙子几十年来 从没看过他一次 奶奶不缺钱 他缺的是亲情 他看到麦成欢的孝顺懂事 心地善良 什么事都为别人着想 并且能忍辱负重 他知道亲孙子并不缺钱 将酒店交到麦成欢手里 他也放心 当然他心里也有自己的小算盘 想撮合孙子和麦成欢组成家庭 这样他将酒店转给麦成欢 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哈哈 还是奶奶最精明 在剧中 麦成欢的季祖母是一个特别特别有钱的老太太 而且她一直都生活在养老院当中 所以很多人都对她的绅士背景非常好奇 她这些钱到底是怎么来的 其实按照原著小说来说 麦成欢的季祖母之所以有这么多的钱 主要是因为她年轻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创业了 而且还在酒店业当中有着很大的成就 所以她才有这样的一笔财富 而在原著当中 麦成欢继承的这一笔钱也是她爷爷给她的 所以后来她才会把酒店交给麦成欢 而且在剧版当中 麦成欢的季祖母也是有着一家很大的酒店 这也是她的一笔财富来源 不过 现在的很多观众都觉得麦成欢的季祖母有这么多的钱 主要还是因为她的丈夫给她留下了一笔遗产 所以这样的财富才会一直保留到现在 而且还可以交给麦成欢 除此之外 剧中的小枣一直都是一个非常可爱的角色 而且她的性格也是非常的开朗 所以在剧中和麦成欢之间也有着很多的互动 不少的网友都觉得小枣应该是喜欢上了麦成欢 而且她也一直都默默地守护在麦成欢的身边 不过 最近在剧情当中 才发现原来小枣喜欢的人并不是麦成欢 而是毛永新 而且她对毛永新的感情还是非常的深的 只不过一直都没有勇气去表白而已 其实 小枣之所以会喜欢上毛永新 主要还是因为她觉得毛永新和自己有很多的共同语言 而且在生活中也会互相关心 所以她才会慢慢地被毛永新所吸引 不过 小枣的这份感情却是非常不被毛永新所看好 她觉得小枣只是把她当作一个朋友而已 并不会有其他的想法 所以她的出现也给后面的剧情增加了不少的波折 通过这样的剧情发展 观众也是对小枣的感情生活非常的关心 希望她可以勇敢地去追求自己喜欢的人 而且也希望麦成欢能够在自己的事业当中有所收获 不会被其他的事情所影响 所以相信在接下来的剧情当中 也会有更多的精彩内容给大家呈现 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地支持成欢集 一起来关注剧中每一个人物的成长和改变